蓝德里呢,虽然说可以打到二十架式的这个成绩,但不是没场吧,对吧? 所以说还是要周边一些队员,大家来分配一下。 在那边马修斯投中一球之后,这边贝利内利也是欢迎。 前阶段在国王的表现来看的话,事实证明他还是适合打第六人比较好。 对,现任国王主战韦塞法尔上赛季说,蓝德里天生就是个主力。 结果还是比较尴尬。 对,还是比较尴尬。 我们看到贝利内利摆布是一撞。 已经8分两个篮板,16比17。 保罗一路突进来。 好的。 本球给到贝利内利又有了,漂亮。 这样的话16比20,黄蜂依靠着贝利内利。 这边再交给蓝德里面对华莱士。 华莱士是防守很好的队员。 阿迪脚又漏了。 贝利内利连续的三个三分命中。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。 主力的应该说。 必须主力。 看贝利内利今天手感一上来非常好。 23比19,场边又请求了一个暂停。 我们稍事休息。 其中有三个都是三分球。 那这个点,开拓者已经连续露了三次了。 要再露的话,现在已经是下场了。 但是都是两双。 但是还是被对方内心给爆了。 对。 你也不看看对方内心。 对。 白纳姆加索尔加奥多姆这一帮人。 这三高实在太恐怖了。 哇哦。 这一下要看裁判怎么判断。 这边刚才镜头对准呢,开拓者主帅迈克米兰。 说法啊,但是还很难说。 就来给阿尔德里奇,还有五秒钟注意时间。 马修斯晃开。 很可惜,篮板球奥卡夫拿下来。 那保罗开始推反击。 好的。 给他贝利内利,疯了。 站定绝对有。 一定有。 意大利球员啊。 这是贝利内利。